歡迎來到引擎動力器實驗室 我們的主要儀器為 汽油引擎、採用引擎跟動力器 我們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各種難料 對於汽油引擎性能的影響 以及廢氣排放的影響 以藉著獲取最佳的引擎數據 接下來我將為你們介紹常用的儀器設備 首先是我們採用引擎動力器 這台動力器可以讓我們的引擎 模擬車子在道路上行駛的情況 它主要控制的數據有 有節系門開度、轉速、還有扭矩 這就是來控制油門開度的 由動力器本體連電腦控制 然後是我們的採用引擎本體 然後這台是我們的排氣渦輪增壓 它的作用原理主要是說 用排氣、採用裡面的葉片 增加採用引擎的進氣量 可是因為使用渦輪增壓之後 進氣的溫度會提高 所以我們進氣的話 要換成這樣經過這台管子 這台的空氣冷卻器 增進它的進氣溫度 才可以減少我們的採用引擎 暴震情形發生 然後是我們的空氣流量劑 它的作用原理主要是說 這根針會散發溫度 然後空氣流過的時候會帶走一些溫度 經由這個溫差去計算它的空氣流量是多少 這台就是採用引擎動力器了 它就是來控制我們的引擎 去模擬車子的行駛情況 後面這個編码器 它可以將動力器的數據 轉換成數位符號 然後轉換到引擎記錄本體 以做控制 然後就是我們採用的黑煙計 因為現在引擎都會開放一些微粒化物 還有黑煙 它的話就可以拿來測驗 我們廢氣當中的黑煙濃度 還有微粒化物的指數 然後是我們採用引擎的油箱 這個就是它的燃油消耗劑 我們是使用一個時間定時 然後看它的消耗量 接以說採量的油消耗率 接下來是我們的汽油引擎動力器 它主要控制的數據也是 轉速、節氣門開度以及扭矩 首先是上面的面板 它主要做的就是我們節氣門開度的調整 我們經由這個調整它的節氣門開度 經由我們的節氣門控制器 第二個面板主要是做我們的轉速限制跟扭矩限制 並且顯示目前引擎的轉速還有扭矩 扭力還有它的動力有多大 第三個是我們的水溫感知器 它可以讓我們理解目前引擎的工作溫度到達幾度 然後是我們的電子燃油消耗劑 電腦可以自動幫我們計算出 目前的轉速燃油消耗是多少 我們使用的是一種重量式感知器的燃油消耗劑 首先它會像這個油桶填滿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消耗 電子開的電腦會自動幫我們計算出 目前的燃油消耗率是多少 然後是我們的工業電腦 它裡面有軟體可以幫我們量測出目前鋼鐵燃燒壓力是多少 還有它的點火角度 我們使用這種特殊的火鮮塞 它裡面有內箱壓力感知器 然後經由我們的光纖傳輸線 將我們的訊號傳送到電腦裡面 做一種壓力感知的效果 跟它的點火提前角度 然後這才是我們的廢溪分析儀 它可以幫我們分析 我們目前引擎台灣的廢溪當中 NAS的含量 NO、HC、CO2、O2 甚至LANDA等等的含量 接下來是我們的引擎本體 我們用的是市售的喜美K6引擎 市售是我們的動力計 它能夠限制轉速 給予我們引擎負載 以模擬車子在道路上行駛的情況 例如爬坡 高速公路的快速行駛 還有下坡等等 接著我們這裡有個負荷規 它能夠在引擎運轉的當中 測量它的扭曲大小 然後是我們的汽油引擎的流量計 它的作用原理跟柴油引擎一樣 是基於空氣的流動帶著溫度 來計算它的空氣流率是多少 然後這是我們的外接式水箱 我們的外接式水箱是汽油引擎跟柴油引擎是共用的 我們利用開關 做切換柴油引擎跟汽油引擎的使用 然後我們有接一個外部水塔 它的冷卻水會導入到我們的外部水箱裡面 然後於我們的引擎裡面 做冷卻水的交換反應 以達到降低引擎冷卻水的溫度 最後是我們的抽風機 我們利用馬達做一種吸引的效果 將引擎的廢氣 經由我們的管路 還有我們的處理器 排放到室外 小臣 用來自動向的路 充滿 充滿